大家好,批评书,我们关注西安,继续关注西安 的地确确我们对西安的事情缺乏一个前期的重视 没有像过去搞郑州洪水一样的对西安进行全面的一个关注 但是西安的事情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要严重 土工发了指示了,1月4号,也就是今明两天 全面的所谓的感染的病例要归宁 所以说西安人现在在说,西安1月4号是大扫荡,大清洗,大隔离,大收容 真的各种大,也有各种段子我们也看到了 说西安的疫情有没有控制,不知道,但是西安人真的已经完全被控制了 而且最搞笑的是,而且是最令人悲伤的是,或者是最觉得有象征意义的是 他定的一个时间是1月4号,有人说中国的4号真的是一个灾难型的日子 中国人都不喜欢四嘛,因为四的谐音是死嘛 所以你会看到历史上有五四,完了以后又有六四,现在又有一四 1月4号真的是一个灾难临头的日子 所以有时候专家说预测,有很多人预测,专家也是专头家了,都是民间扯闲片了 说西安的这个疫情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多 土工他之所以定了1月4号,这是西包子的亲子指示 所以你会看到这么一个城市的一个封锁 在新闻上面你看到突然出现在孙春男的这个名字 国务院副总理说下了死命令了,1月4号必须亲临 你说这个东西你1月4号亲临这个东西 是你的领导的一句话能搞定的吗 是不是,你既不能说不亲临,你也不能说亲临是吧 也许不到1月4号就亲临了 也许1月4号根本就没法亲临 所以这种话说出来,为什么很多人说这是大扫荡,大清洗,大格尼,大收容 甚至大屠杀呢,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种政府的无所不在的这个瞎搞傲慢 和一种对老百姓的一种鱼肉你知道吗 你说是不是,就马上令人想起六四啊 六四当时是怎么说的,就是邓耀平定的嘛 李鹏指挥嘛,李鹏和陈希同执行的嘛 就是6月4号嘛,就整个广场要亲临嘛 就这个话嘛,整个广场不能接一个人 所以才有6月4号的大屠杀嘛,一直搞到现在嘛 哎呀,所以你看到这些个话 你其实是非常难过的啊 所以有些个专家认为 至少有50万人家要消失 他们说50万人是怎么来的呢 他说现在被隔离的完全被封楼,楼道封死的人 我听西安的朋友告诉我的,并没有说每一个楼道都封死 但是的确有将近50万人,或许是超过这个数字啊 但是大致有50万人,就是他们的那个楼道都被封死了 那人根本就出不来,知道吧 但是他们现在认为这50万人封死,封在楼道里面也不行 因为你要对50万人要进行生活上的一个补给 完了以后还是有人来人往,还是有人进去 而且现在西安很多个本地人呢 他们有点觉得这个也太可怕了啊 这么多人没饭吃没水喝怎么行呢 所以有些人在偷偷的去给他们送粮食是吧 他有一个民间他多多少少有一个自救的这么一个东西嘛 哎呀,这搞得土工的政府他很不高兴啊 觉得我没有搞搞定,知道吗 然后,所以这个1月4号呢 就是要把这50多万人全部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隔离起来 这就是当年北京的小苍山呗 我告诉你啊,北京小苍山那个时候 大概其也有一两万人就锁在里面 最后你一个都没出来全部都是死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因为北京一两千万人口的城市 你死一两万人可算什么事啊是不是 那西安这个地方你50万他说的是将消失 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挂要死掉啊 也就是说把这50多万人要全部送到一个地方 你想想这是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首先第一的50多万人你一个一个的怎么确定 这是个问题是不是 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 今天已经到了1月几号了 你看到没有按照北京时间的话都已经到了1月3号了 也就是明天了 你想想这么一天多的一两天的24小时 我就说你48小时吧 你怎么确定这50多万人一个一个的是哪些人 你怎么确定我必须要把你挪走 那就完全是简单粗 把老百姓的生命完全不当回事啊是不是 你哪有这样子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社会 它虽然也很一通乱搞 也逼着你打疫苗 你看英国啊 每天的感染人数挺多的 但是他根本就不格你 他只是告诉你第一你要戴口罩 第二呢有些地方你不能去 第三呢你必须要打疫苗 是不是 但是说你把我人完全封锁在家里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只有这个中国才搞得出来 至于说你这个什么什么 把这个50多万人完全转移到另外一个封闭的地方 所以土工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他们的算是经验之谈吧 是不是 所以我刚才一上来 我我就是都不用回忆啊 我就马上想起北京的小苍山 还是马上想起武汉的叫什么什么什么 方苍医院是吧 这种东西多了去了是吧 他都每次都这样 我告诉你这50多万人 你如果把它搞在一个地方 首先你没有这个设施 你必须临时建是吧 其次的话这50多万人建在一块 你根本就是本来没感染的 你搞在一块都要感染啊 本来没有属意的搞一块都有属意 第三就是你这50多万人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现在是都是老在一锅粥 有人说是这个武汉病毒啊 有人说是什么呢 是出血热 你不知道各种说法都有 共产党根本不在意你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这些天我们看到啊 既然有的人被打了呀 有的人家里这个什么没饭吃 他说我家里只有一苹果了啊 一个苹果了都快都三天没有吃没有进米了 你们能给我送点米来吗 没人管 共产党根本不管这些事情 他管的是什么你看到没有 他就管你一个死命令 1月4号你他妈的给我清零 如果1月4号还有这个新的感染病例的话 你提老袋见我啊 说这句话是习包子说的 所以习包子下了死命令 习包子下死命令 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搞 又马上要开这个什么北京奥运会了啊 如果你还有这么多感染的话 他真的很害怕啊 到时候大家都不来了 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过来 你怎么办呢是 所以你说共产党蠢不蠢的 非常的愚蠢 邪不邪恶的 无比的邪恶是吧 所以真的是 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其实我最感慨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哎呀 又是个4号 真的 这是我最感慨的 5.4 6.4 1月4号 西安的1月4号到底死多少人呢 是不是 细思极恐是不是 而且你会发现越来越差 你把这三个4号放在一块 你一个一个的 你仔细想想 你会发现中国人真的是诸葛不如的生活 5.4的时候 哎还是跟所谓的爱国的民主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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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运动啊 完了以后死过人 但是就几个人是吧 所以什么纪念刘和真军 我们现在还能背那文章 那就死了几个人 到六四的时候 共产党说没死一个人 一开始说死了1000多人 后来说没死一个人 完了以后大量的这个调查专家说死了大概1万多人吧 加起来1万多人 我们也曾经做过这样的节目啊 死1万多人是我是能接受的啊 因为你你你首先你军队去戒严嘛 完了以后先他会喊嘛 是吧啊赶紧走赶紧走 否则要清场了啊 有些人他害怕可能就逃走了 但是还有一个学生 一些人就是不走啊 他觉得共产党没那么坏啊 知道吧 就是昨天我还讲过这个节目 讲过这个内容啊 就是在中午啊 你心里要有点数 知道吧 共产党不是没那么坏 共产党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坏 共产党不是没那么坏 共产党是什么 只有你想不到的坏 知道吧 他要杀你 他要弄你 他要搞你 你根本就没商量 所以你看他没有1月4号西安大扫荡 这时候你就应该要基于历史的惯性 基于共产党做恶的一种所谓的叠加性 是吧 他会越难越严重 越难越把你老百姓不当粮食 越来越把你老百姓不当人看 共产党的支持逻辑就是老百姓你不是人 他们自个儿才是人 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 从5月4号到6月4号 然后到今天的席包子的1月4号 中国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差 所以有些人呢 中国人中国老百姓的人民是越来越不值钱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判断 我称之为叫直觉判断 你如果没有这种直觉判断 你真的是死了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懂事的人啊 懂土工的邪恶的人就知道 1月4号一定是西安的大扫荡 大扫荡是什么意思 大扫荡 讲的是日本大扫荡 日本人好着呢 日本人以前打中国的时候好着呢 这老百姓可尊重了 我跟你说 根本也没有那么的所谓的南京大扫荡 我去你大爷 然后是什么 大革尼 你看武汉大革尼 大清洗 是吧 大清洗是讲延安整风运动大清洗呢 然后大屠杀是讲什么 讲六四呢 他一个一个都有故事的 就是我们心里要明白 是吧 你想想这些人如果是五十万人被被被被搞在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我的天呢 真是的 所以 尤其是习包子一下死命令 然后孙川南冲到第一线 你想想西安的那些个官僚 他会把你老百姓的命这个这个当回事吗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视频传出来的 知道吗 就在街上就一通暴打 知道吧 你没饭吃 没有米吃 根本也不管你 这会儿你就明白了吧 土工他是不会管你这些事情的 土工他管的是怎么样 达到习主席的要求里面 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你就是生活在中国 有信任的 真是 哎呀 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看到有信任真的是翻墙看 你看到了以后你心里 我希望你能够记住这我的话 就是土工只有你想不到的坏 没有他做不到的坏 你明白吗 这时候你真的要做好准备 你不要被被人给被人杀了一会儿 还吸出去万岁 太可悲了 你说是不是 何必呢 你也是个人呢 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意思 真不是造谣锤 真不是什么 所以你看到了吧 土工的新闻 他就这么写的 他其实就像你暗示一点啊 现在西安的这个大扫党 大封锁 大清洗 大格尼 大屠杉 根本不是西安市政府 市委市政府搞的事 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他们也不敢这么搞 他们也 你其实也不愿意这么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被西包子 枪口抵在腰上面 被孙春兰 抵在腰上面 你不搞行吗 你不搞掉乌纱帽 所以你在乌纱帽 和老百姓的生死 你保谁吗 一头猪的保自己的乌纱帽 你说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懂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的真实一面 你不要觉得今天有羊肉泡馍吃了 你就觉得日子过好了 人最重要的是自由 是自由选择 你说你我刚才说到 人家美国人也很无耻你知道吗 但是你什么时候看见 美国人说我把你空着在家里不让你出来的 是不是我搞一个方舱医院搞一个小汤山把你隔离起来的 最后让你一个一个都出不来的 没有的事情 知道吧 所以有时候中国人呢 都都比一些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帮男人呢 他就带着沟里圈 你说当年中国有一个什么很红的记者 叫什么柴静是不是 他是在小汤山医院采访的 我觉得他肯定知道很多个小汤山的人进去就没出来 但是他从来不告诉你 他只是告诉你小汤山很危险 那你的医护人员可搁可欺 你怎么不想想那你的里面进去的人 好多都已经是有去无回呢 是不是 然后人就人间就从人间消失了 他不敢说 他也不愿意说 不愿意说 你可以撕着一下说他也不说 最后大家把台阶推成一个女英雄 这是中国人的可悲 知道吧 中央电视台的里面的一条老鼠都是一个畜生 中南海的里面的每一个老鼠都是一个畜生 你记住这一点 然后你才能保全你的生命 谢谢大家